您不能不知道来看到 明年3月1号 有望开放组团到中国旅行 而消息传开来的隔天 台北旅展上 就已经有旅行社挂上了布条 开卖中国行程的商品 业者表示 目前行程已经发布在官方网站上了 旅展期间会先做预告 等到正式收到公文之后 就会开始贪售 而其他旅行社业者也预告 旅展之后会陆续上架商品 但是按于初期 受限于两岸航班恢复率 因此目前都会与现有直飞航点城市 来规划行程 像这个地方 从明年的4月份到10月份 都是蛮适合我们的进行 山水美景想亲眼见证 最快明年3月1号 有望成团到中国旅游 直击旅展现场 早有旅行社挂上布条 展出中国行程 民众也迫不及待 纷纷询问细节 大陆的话 我也想要去云南 组团会比较方便 旅展这个期间 也是先做一些预告 客户的资料 先把它先预留下来 得到一个正式的公文之后 让消费者来做订购 看看旅行社官网 三夜出发到中国的团体旅游行程 早已上架 但按于初期 受限两岸航班恢复率 不少业者都已现有的直飞航点城市 先规划行程 像是一飞网包装 杭州 四川等人气景点 预计旅展之后就会陆续贩售 东南旅游同样主打酒债沟 南京 上海等景点 收到政府的公文之后 就会开始贩售 而可乐旅游则是包装 山东 黄山等地的行程 最快下周将在官网上讲 目前为止 就说两岸的航点还不够多 因为疫情前两岸有超过 七十几个航点 那现在大概只有十几个航点 以国际航空来看 目前华航两岸的航点有八个 明年1月3号开始 就会恢复松山 武汉航线 而长荣目前有四个直飞中国的航点 未来也将规划新增航线以及航班 就派两岸快放启程 更加明朗不仅加速航班恢复 也让旅行社筹备已久的商品 重新回到民众眼前 这里是张远杰台北采访报道